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头的节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找到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只是希望跟大家一起 大肆批评一下政府 或者某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说 你都不好 那大家发泄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深密一些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密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最后建议我们香港每个人 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呢 是能够帮助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得到的 那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当事人 或者你是那位特首 那你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经常认为 很多问题 为什么经常拖这么久都解决不了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根本 都未能够洞察到问题的核心 那我们往往停留在问题的边缘 问题的表征 未能够一针见血是直击问题的核心的 那过去还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过去很依赖一些所谓 社会上的专业的专家 行内人士 希望他们来到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那我们发现其实很多这些这样的人呢 其实本身都是一个既得利益的 而更可能是问题是他们制造出来的 那所以要求他们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往往是会令到问题是本末倒置 所以颠倒是非 结果根本就看不出问题的根源的 那香港出路认为 我们要解决问题 真正有效的方法 一定要采用下列的四步曲 第一 我们要了解到底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三两句定到位 那其实我们很大机会 我们已经看出问题的重心了 那跟着 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呢 第三 如果我们针对问题的起因 我们就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 或者方向 那最后呢 我们说呢 我们香港如果我们每个人 如果只是付出少少的力量呢 都可以将这个问题解决的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行动呢 那我们香港出路呢 我们就是 盡量是采取这四步曲呢 为香港呢 除了一些具体的解决问题的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我们会是再讨论 其实香港已经讨论过很久的 叫安乐死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传媒 过去传媒呢 无论在电子媒介啊 电视节目啊 都 最近呢 都 都一直都是 探到这个问题的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问题的 那个 起因呢 都是 香港 有一位 年轻的 老师 那他自己 有一次在那个 学校里面的 慶功宴那里 那里 那做了一个动作 那向后一翻呢 就不小心呢 就 就是 截断了那个 颈椎 那 导致呢 就全身 痰瘩了 那 基本上呢 到目前为止呢 他已经可以说呢 是痰瘩了16年的了 那 这位 鄧绍斌 先生呢 我们经常叫他 斌仔斌仔 那他过去呢 一直都去信呢 去 特首 当时的 董建华先生 那 还有呢 是立法国议员啊 就要求呢 政府呢 就应该呢 是给他能够可以 就是进行安乐死 那他认为呢 在他现时的阶段呢 这个是他希望要做到的 那当然呢 啊 当时的那个社会的回向呢 都是希望他 不要这样 不需要这样去啦 我们会尽量支持你的 那他最后呢 他都觉得呢 这个讯息呢 就是要再 详细地表达他的心意呢 他只能够写一本书 那这本最后呢 这本书出了呢 据我所知呢 是曾经一个最畅销的 在某一段时间最畅销的书来的 那我大概在 大概两三个月前呢 那在书店那里经过呢 都见到那本书 那我就买回来了 那我都只是 原来略略地看一看那个内容啦 那没有很详细的去看的 那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机会 就是面对的 或者要想一想的 那 今天今晚我们的同一一起 讨论这个问题呢 有我们一向的三位的主持人啦 那王岸儿先生啦 那她是我们香港近好电台的顾问 和我们的将来会 是我们的节目的总监来的 那大家知道啦 她是一向的那个时事评论员啦 那也都一个香港好资深的那个专栏作家来的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金炎仁先生啦 那她也都是我们那个香港近好大行动的 的荣誉干事 她本身也是一位媒体的工作者 那第三位呢就是何佐治医生啦 那她是加拿大香港脊骨 注册的脊骨神经病医生 那她本身呢 也都是在香港大学毕业之后呢 曾经去日本呢 是拿了日本的石士的 社会学的石士的 好了 我们怎样开始呢 啊 医生呀 医生 你每次都说 我们有个简单的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不是轻易解决的 就是被人自由去死这个问题 咬了几十年了 我始终都觉得呢 如果我们真真正正的了解问题的 重心的时候呢 我相信不是那么难的 我始终都觉得大家接受 哦 是 是 其实呢 可以用这样开始 什麽叫安乐死 这个很重要 定义在哪呢 那呢 原来呢 立法会在01年都有讨论过 那 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一个定义 那定义是什麽呢 就是医务委员会有个 对于安乐死 我为什麽经常说到安乐死呢 就不是安乐死呢 是应该分开的 就是安乐 停一停死 就是 就是要很强调的 因为你安乐死和死又分开的 那呢 他有个定义的 但是我看了都 我即时觉得很 就是 就是 世事永远都是很 就是 就是 一个大笑话 那他说 安乐死的定义是什麽呢 就是呢 以畜意及直接的方法去杀死病人 作为治疗的一部分 我即时想 有病人 这个定义是谁说的定义 是医务委员会 医务委员会 医务委员会 对安乐死的定义 OK 就是西医的委员会里面 就是 以畜意及直接的方法 杀死病人 作为医疗的一部分 就是医人 杀死病人 作为治疗的一部分 我即时 他是逆过来的 所以就是 不是 就是 我 一向都在做的了 就是 我们经常在说医疗 这个 就是 批判主流医疗 就是 我即时有个 反应 一向都在做的了 就是 在我们 现代医疗的过程里面 其实 实在很多人是死在远代医疗的手上 那 我以前都聊过 有一本书叫做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这个网站 是个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大家可以看的 www.lef.com 那这个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是在 数年前 就 在 有个 有机构 好像叫做 Nutrition Institute 在美国 National Nutrition Institute 可以说 国立的营养学会 那样 那当时呢 他就委任了 三位医学博士 MD 两位呢 那个 就是 智学博士 那大家呢 就是 搜集了 所有在医学文献上的 我们叫做 Peer Review Journal 就是说 有同行鑑定的 那就是说 他那个资料是比较质素 已经是最高层面的了 那他把数据加加好 发现呢 每年在美国 是导臣人死亡的最主要原因 竟然是西方医疗所做出来的的事 那么差不多是 有成七十八万几千人死 每年在美国 是死去西医院的 而反而呢 第二个死亡原因呢 就是心脏病和中风加乏 大概都是六十九万几千的 那第三个死亡原因呢 就是个癌症 那有五十五万几千人死 那就是说呢 你刚才所讲的一件事 其实是很对的 其實根本,有意地或者無意地,或者在一個正常狀態之下,其實我們醫生基本上是目前在一個文明地方的人,是導致人的死亡的最大原因來的。 我覺得是一個荒謬的大笑話。 即是每天都安樂死了嗎? 如果這樣就定義了。 現在坊間對安樂死的大多數的看法。 我想近這兩個多月,在互動電視,每個星期不斷地討論。 每個星期不斷地討論安樂死。 你聽到他們說什麼? 我自己的分析,我覺得得出的。 大部分人當時都是,很可愛的。 得出的結論。 嘉賓呢,早期大多數都反對。 而觀眾呢,都有五五波贊成。 是。 那麼呢,去到尾呢,去到十多,十個星期左右,那些嘉賓呢,都是反對的。 以及說很爭議啊,這樣。 那他有什麼原因反對呢? 因為他也有請賓仔去。 賓仔上去? 不是上去,就是通過視像,來談談。 大多數的嘉賓通常請什麼呢? 大律師啊,醫生啊,善宗啊,薩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啊,這些。 不想人自殺那些。 是呀,是呀,就是那類的。 但是,一面對賓仔呢,都是。 不知道怎麼辦? 就是,同情啊,這樣。 鼓勵他努力。 不要啦,生命滿希望啊,宗教組織就說,神次的生命,我們不可以遞奪啊,之類的。 但是呢,去到尾呢,去到暫時最新的,我看到那些投票,通常每一集都是你贊成安樂社之類。 是呀,讚成去到七成的。 就是一般的市民。 但是,大多數的,大多數的嘉賓呢,都是,都是,都是,覺得爭議,就,呃,又不,就是, 即是,最初反對的。 表不表態的他們? 是,最初反對的。 哦,他們是表態反對的。 去到都說,這個問題都是很爭議的,這樣,就,也都不反對,但是也都沒有支持,這樣。 因為他,他看到一般的觀眾,一般的聽眾都是反對多。 是,贊成的。 我回到香港不久了,我就不知道賓仔的情況如何。 不知道他是不是跟美國的超人,墮馬,斷了頸,受傷的超人。 Cristopher Reeve的情況差不多了,是不是? 雙差無幾。 Cristopher Reeve,很多人支持他,他又做了很多,人家認為他是很勇敢的行為。 嗯。 他又imar了很多錢,對買的資助, Vik concentrations的那些,那到那些 died map, 他都可以覺得是死而無含和 如果我們能夠把支持Christopher Reeve的support 給賓仔的時候 他可能就不想再死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準確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support的時候 很多人我相信他不會選擇安樂死 Christopher Reeve當時是接受什麼support 你知道嗎? 很多support 很多financial support 很多人支持他 但賓仔我相信就沒有這樣的support 我看過一個紀錄片 他覺得生命很有意義 他籌了很多錢回來做蟹瑞在山的research 做了很多其他事情 他有家人支持他 有很多朋友支持他 他始終完全沒有說得要死這件事 到最後他死了之後 大家都覺得是死而無含 他自己也覺得是死而無含 如果我們社會裏面 學者 他在美國教了很久的書 他就提出他自己經過 臨胎癌 臨胎癌 還有要生死 搏斗了十幾二十個月 他用他自己最後生命的一段時間 寫了一本書出來 這本書大約說出什麼呢 他說我們經常都說 生活要有意義 生命要有quality of life 但我們從來都沒有提出 the quality of death 死亡的意義 我們從來都沒有教育 社會上沒有教育 除了宗教上 其他社會和其他社會的支援 都很少說我們要怎樣面對死亡 教育我們怎樣去做好死亡的準備 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是否因為這樣 而成要將我們那個社會 推到那一點 要一刀切 應該或者不應該安樂死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其實呢 朱sir 前一陣子 就是 著名物理學家霍金 是來過香港 就是港學的 是 阿斌仔也有去的 很多人說 就是 你 你看一下霍金 他這樣 好像你這樣 都是這樣 需要人照顧 死之都是不行 那 你應該要有勇氣 但是我自從 就是 以我的觀察 以及我看了他寫這本書 他只是講了一個point 就是 我想 每個人對生命都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 其實客觀來說 地球 就是一塊石頭 就是 我們對宇宙怎麼看呢 其實 六十幾億人有六十幾億個不同的看法 就是 如果你說客觀 地球就是根本一塊石頭 每個人都是在主觀地在演繹著 對生命的看法 賓仔他認為 他自己 我不是偉大的人 他說 我只想做一個 吃飯 就是他自己說 他給了吃飯 就是 就是 撲屎 生兒玉女 跟著 就是 就是 去到老年 就是這樣 是這麼簡單 我不需要做偉人的 我不需要的 就是 但是 他說 我自己的生命 我覺得現在沒有意義 我想有這個抉擇 就是 你不要套用其他的偉人給我 就是 是 很多人就是有這個 就是 最初坊間都是 不要 就是一講 不是 不是 到現在都是 就是 不好 生命會希望 就是 你不應該這麼想 你只是缺乏關懷 那 十幾年前 就不是這樣 十幾年前都沒有什麼 不理 如果我看他這本書 演繹 就是 我看到現代醫療那種冷漠 就是 就是 有的 還有 他住了幾個星期 深切治療部 看著病人 痛苦而死 嗯 嗯 就是 真的很痛苦 嗯 嗯 就是 一個 很 很 很主觀的 看法 他這個 是主觀的 看法來的 但是我們 是不是 生命 每個人都是主觀去看的 嗯 是嗎 你怎麼告訴他 就算有些人 很 駕駛跑 住大屋 他都是覺得生命很痛苦的 你叫他怎麼改呢 就是 這個是 一個 一個實體真相 這個都是 嗯 剛才你們說的 那個安樂死的定義 你說 醫學會那個 其實是所謂 俠義的安樂死 就是說 醫生 就是 看著 就用方法 結束生命 這樣為之 就是安樂死 但是呢 如果你計 學術裡面 唯視大字典裡面 那個定義 完全不是這回事 安樂死 就是 亞abeonesia 就是指 好的死亡 無痛苦的死亡 來 或者是 安静容易死亡 或者無痛苦致死的死亡 這 而且就是 你當然是給很多個孔助 啊 若 Rash Shake 你是賠償她的 有几个定义 Euthanasia Voluntary Euthanasia Non-voluntary Involuntary Assisted Suicide Eutha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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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荷兰 全世界第一个地方 有Euthanasia 安乐死 其他已经分得很小 定义小不小 他已经有一定的经验 你是不是承认那些right 现在最大的问题 说来说去 医学会的 我周知大已经说过那些情况 你好像不觉得他有权 他自己决定 问题是他有权 不是他有权 不是他有权 如果他有权 如果他有权 他就不用死 那不笨他就死 这个权 政治上 和中架 政治上和中架上是两个东西 我现在是说他个人 如果在宗教上一定是没有的 政治上当然是有的 人有权利 我说个人 就是我们个人有没有权责 有宗教也没有宗教 有宗教的人就是没有这些权利 有宗教他根本不想 如果他相信他就不肯死 所以我有个看法 我看完这本《我要安乐死》 如果从宗教角度看 这本是反基督宗教的 他很大篇幅是完全不能接受 圣经讲的 他是很反对的 他给基督徒 那现在不是所有人都是基督徒 是的 就是他的看法 就是他这本书里面讲 就是刚才Joyce所说的 你看到 阿斌仔 十三年 就是活了十三年之后 他觉得 他真的忍不住了 他就要求特首给他 就是赐他这个安乐死的权利 那当时有很多 就是香港各方面的人 走去支持他 你看看那本书 很多人走去支持他 精神上支持他 他说法律上 自杀不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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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法 77年之前 现在自杀的人不犯法 但是你帮他自杀犯法 他自杀不死的时候 他没有犯法 如果是这样 不是 自己不犯法 自杀 在1977年 英国法例改了 之前 你自杀的人 是会被罚的 譬如你自杀不俗 你康备 坐牢 你家人被羞辱 你看历史上 对自杀的官方有很不同 当然很多知学家 认为 我人是有 绝对有这样的权力 去选择自己的 自己死不死 是自己的权力 知学家 一直有不同的 贊成的反对 他们都有的 但是在法律上 在英国早言 如果你是自杀的 你是犯了法 如果你不死 你会坐牢 最后两个客人都不行 坐牢之后 他走出来 他继续去自杀 你会发现很多自杀的人 重复地做 最后 你将刑事 这个问题 改了 交给社会工作 交给家人去处理 自杀的行为 不是一个犯 不是一个criminal的行为 今时今日 如果你自杀不俗 你不会犯了犯 你企图去犯法 有一个情况 会 两个人一起自杀 没有死的人 就会协助他人自杀 那他就是误杀的 是这么严重的 譬如医生协助你死 那医生是犯法的 是谋杀罪 那如果两个人一起去死 两个一起用煤气 那一个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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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是误杀的 因为他是帮其他人自杀 你自己自杀 个人死了 都没得追究你 是吧 但你令到其他人死 就等于 就是你等于谋杀罪 或者不杀罪 那你很难说 那个煤气是谁开的 他说死的人开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你协助他 就是你医生 你弄好些东西 原来你走了 你自己按键 但是一样告得你的医生 因为那边坐牢 就是受罚 全世界甚多 就是医生 不是不是 两个一起自杀 是的 这个是肯定的 法律很清楚的 即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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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逢是这些情况 即是说自杀的那个是 罗改了之后 就没有罪 但你协助他人自杀 就有罪 所以很logic 即是不死得 那个人就有罪 所以他 所以他医务委员会 他 他 用医学角度 去定义这个安乐死 他后面都加了他 他说 即是 即是这个 以促以及直接方式去杀死病人 作为治疗一部分 根据香港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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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2章 侵害人身罪条例 就是规定 安乐死是 绝对不容许 即是 厌史 厌史在香港医学界 是 不容许 医生 进行安乐死 有四种情况 其实有三种 即是 其实现在香港 是在做安乐死的 是有四个情况 致怨 主动的安乐死 不行 除了这种 即是 我想死 这样 主动死 即是要给药 让他死 主动令他死 如果是致怨被动 即是 不再治疗 不再治疗 甚至是给药 让他加速死亡 现在变成了 抹菌之类 是的 即是 你给了癌症病人抹期 你给多些抹菌 你知道他会死的 即是主动协助他 但他自愿 加拿拿也是这样 香港其实正在做 加拿拿是做了很久 如果是非致怨的 主动安乐死 因为他不知道 主动是给药 让他死 都是给抹菌之类的 不是给抹菌之类的 这个正在做 非致怨 就是 他不非致怨 即是他自己没有意识 他已经没有冲迷了 被动的死法 即是终止治疗 即是不再support 亨后之类 这个也是正在做的 即是四种 即是安乐死 在香港的情况 其实是有三种正在做的 除了被毒药之外 其他都正在做的 他自愿的情况 主动接触他生命 他自愿的情况 即是 按照我自己 即是亲身接触 加拿大已经在做其他 跟香港是一样的 全世界都已经在做这件事 我相信是 因为表知有个昏迷了一个人 那我有个 昏迷了他 我有个案子 我有个亲人 他在医院里面 那医生说 你救他又死 你不救他又死 那就不如等他死 但我会被抹菌 谁有权的决定 他医生跟这些家人说 就不是他自己的决定 不是他自己 所以他不是住院 但在香港这里 香港这里正在做 正在做 所以我相信 很多其他国家 他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这些合情合理 都已经在做 那现在斌仔争的 就是要 要自愿 打毒针 自愿的主动 即是主动令他死 因为他自己做不到 不是 要主动令他死 他是否四肢难坦 就是自己做不到 是的 那问题不在他那里 如果他 他想着 如果他还有能力 他自己死不了 他自己跳舞 他自己跳舞 开煤气 他用过的 他用过绝食 等等 等等 但是 逃不过 他一定 一定要有人帮他 医生 要找医生帮他 但是 好像杜鲁多 杜鲁多 以前的加拿大的总理 后来他是绝食死的 他因为前天才咬 他refuse treatment 即是他 臨死之前 那样的腹发雪月 我不觉得 他明知自己死了 他就绝食 什么都不喝 什么都不吃 一样死了 最近7月25日 在意大利 有个人 就是他慢性的病 神经退化性的病 他要求安留死 政府不给 甚至警察又被阻止他脱口 阻止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是绝食自杀死了 你阻害不了他不吃 他自己有能力 但是如果好像阿斌 或者他自己 没那么大意志 是否要插头吃 他是插头吃 对不起 他住食也做不到 美国的Terry Shilver 就是这样的 case 没法支持他 医生不敢 你不理他 就疏忽 医生会有责任 一两年 美国有个植物人 老公复赐了几年 后来他说 我以前听过他说 这样的情况 他是不想生的 他就 由他拔掉食物的喉 餓了十三天之后 就死了 那 很大的反应 在社会方面 这个就是 没理由等他餓十三天 然后给他一些药 让他早点走 行不行 那就变成谋杀了 是的 那就变成谋杀了 被动就可以 被动就可以 被动不支持 有一班就是 叫做Pro-Live 其实挺残忍的 要他自己 承担一切 入法例就不支持 医生想支持 他都不行 这个情况 老公如果要局死他 又是谋杀了 医生给药 又是谋杀了 等他自己饿死十三天 其实都很残忍的 是的 很残忍的 有些人就说 那些Pro-Live 就认为 他拔口是不对 但是Pro-Choice 就是说 他这样做 是很勇敢 完成他自己妻子的自愿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 安乐死 大家讨论了大概半小时 我们暂时休息 数分钟 我们网上听众 其实你们可以打电话 然后跟你一起聊 我们的电话是 9193-2973 好了 数分钟之后 我们继续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我们会讨论一些很实质的事 我们讨论之前 看看 所谓基本上 反对 主动 自愿安乐死 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 就是违反自然定律 因为我们要保护生命 保护生命是自然倾向 如果你主动整死 便会违反自然倾向 第二 如果自动又主动又自愿 便会扮演上帝的角色 因为违反了生命的尊严 只有上帝才可以拿走一个无辜的生命 这个我都不同意 为什么 谁拿走上帝的生命呢 即是 復活在我 生命在我 不信上帝 那算是佛那些怎样呢 有何理由上帝拿走生命 这是第二个 典型的 大家都听过 第三个理论 所谓滑波理论 即是如果我们准安乐死 便会导致安乐死滥用 很多人会选择安乐死 美国做过统计 这个应该是没有根据 荷兰都做过统计 即是准安乐死 即是不会因此多人 已经实行了安乐死合法之下的情况之下 这个滥用是未出现过 暂时没有资料显示出现过 是 第四个理论 就是那些支持者 其实经常在杀死 被他自然死之间找区别 基本上 这个都不算是一些特别的理论 究竟是医生杀死他 还是他自己死 是谋杀 硬杀 还是没事 就是批评这些事情 谁有权去做那些事情 就是第四个不当的理论 其实是三样 违反自然定律 上帝的意思不对 和滑波理论 会引致很多人死 还有一个反对 Dr.我可不可以说一下 反对原因是吗 是啊 这个是立法会的辩论 本地的 这是关于李柱銘议员所说的 他说 他就 就是 一说 安乐死等同谋杀 就是反对 就是等于自杀等同谋杀 安乐死等同谋杀 他只是这样说 这是立法会的会议记录 他就 再说 就是说 呃 他认为每一个执业医生 都应该作出 黑波格拉底 词言 Dr.你最熟 一定要问你 就是说 那个定义是什么呢 又借摸一句 即使病人 即使病人提出 我也不会为他们提供 或建议他们服用任何 可以致命的药物 我就觉得这句话很荒谬 就是因为那个宣言 是的 就是说 医生是不应该 不应该毒杀病人的意思 如果医生这样做 医生的声誉就受损 但是美国有个 但是 所以他维会自己的医生的声誉 有个死亡医生 美国不是专做一件事 Dr.不知道 有时觉得世事会很讽刺 黑波格拉底誓言 Dr.你正式做医生 也有的 就是 我觉得 即使病人提出 我们都不可以提供 建议他们服用任何可以致命的药物 但是现在一直在做的 那有什么原因 有三种情况之下 正在做 正在做的 正在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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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要说希波格拉底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这件事 第一 不要伤害病人 我即时有个疑问 又觉得很豁然开朗 反正日日都痛苦而死 安乐死是合理的 即是你说病人 是的 即我用一个逆向思考 反正日日都在做的 那么痛苦而死 很有理由 我要安乐死的 明明 不知道大家明明我的想法 我又可以说另一个case 大家考虑一下 就是有一个在医院做了很久的护士 他是intensive care unit 他得了末期的乳癌 即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选择什么呢 他选择什么治疗都不做 就等死 因为他见过所有的治疗 即是愈疑愈死 他就是我太太的表姐 他临死的一两个礼拜 我都去谈他 都是很平常 没有什么痛苦 只不过是 休息 因为他的细水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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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摩咖啡 死都死得很安长 所以 金兴他说的 也很有理由 为什么有很多病变成很痛苦呢 就是因为medical intervention 还是其他原因呢 如果是因为medical intervention的时候 那问题就是medical intervention 如果以斌仔这本 我要安乐死 他里面在intensive care 里面看到的情景所描述 就是了 全部都是医疗 令病人痛不欲心 他好像有这么说 有这么说 有这么说 即是有这么说 即是有这么说 譬如他有个骨癌的病人 截了脂 不断滲血 痛苦了十天 连口唇都咬到流血 即是痛得太痛 你明白吗 截了脂 在他的伤口不断滲血 不断打咖啡针 都不行 都不行 痛到最最最最最最最那一刻 差不多痛到眼都凸出来 即是我同意 因为我爸爸 即是过身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他 即是他肺炎 很多水 哇 真是眼都凸出来 真是很痛苦 斌仔好像说 都向大律师工会 都提出一个要求他们的帮助 那个法律上的帮助 他当时得到什么回复呢 他说 在他这本书说 就混帐了 对大律师工会 他要求什么 而得到什么答复呢 即是他要求 对于安乐死的法例上的检讨 但 即是 大律师工会回复他 即是这本书 即是那封信寫 就是说 我们很同情 但他就说 你应该 即是 人生满希望的 好像 超人 即是 基斯多伯 即是杜法里夫 即是 为了干细胞研究 来奉献自己 那你应该 以他为榜样 还有 如果你说法律上 应该 可以去索尚 最重要 索尚 解释方案 就是去索尚 是的 索尚 这个问题 彬仔 想死的 人家 他去看法律车 不是 他去索尚 不是 他去索尚 他去索尚 他们肯定去索尚 有义务 有义务律师去帮他 但他说 简直就是混帐 即是想分一杯 更 他的看法 这个没有 这个 你记得了 香港出路 香港教育大行动 整天都说 一开场 我们都常常重复地说 其实社会上很多问题 都是所谓的 行内人士 专家 律师搞出来 搞出来 这个问题 最后得意是什么 就是律师得意 那 彬仔继续受苦 那个重心 那个问题 都不是在那里 那些专业人士 就给了这样的 自利的答案 自己利自己的答案 对彬仔一点都没有好处的答案 那彬仔说 那些律师想 带着他来到想打响明堂 有钱 他断言拒绝了 是 那其实呢 完全混帐 他说 那美国的超人 其实也是 那 那个 赤水研究基金 其实都是利用他 籌多些钱 是吧 这个问题是 我现在所说的问题是 就是当一个人 他认为活下去 是很痛苦的话 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力 是不想活下去 是安乐死 安乐地死 相应就是 不安乐地活 你看一下 就是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说 每一个人 他遇到这样的决策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法律上 是不给他 为什么法律上 我们坚持 他要继续受苦 好了 那我们是否 就是我们的社会 是否有这样的权利 是要一个人 是继续痛苦下去呢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法律界 是否有这样的权利 要一个人 要去受苦 就是这样的 那个重心就是这里 不是宗教的因素 人道的因素 哲理的因素 我们讲很多很多这些 在讨论自由 和自杀的问题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是吧 其实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那么多 是很回避的 其实很多是很回避 这个课题 其实背后的因素 变成我们人 害怕死 不想面对死 死亡 这个问题 其实个人都必经的 人生必经的 而我们呢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或者社会教育 宗教教育 是绝对过去 只是回避他 denine他 就是当他是不应该谈 不应该说的 就是我们宗教的态度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那彬仔 其实他最好的贡献就是这样 他没有能力 再用另外的途径 来呼唤社会 去做些事情 但是他出了这本书 这本书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社会 香港人 应该再深入点 去看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社会 其实都 挺 相从标准的 什么相从标准呢 我们经常说人道的嘛 对动物是很人道的 如果一只马 跑跑一下 断了一只脚 基于人道 就人道毁灭 其实人道的定义是什么呢 人道是对动物 不是对人的 是 为什么呢 还有他人道的定义是什么呢 其实是有的 以快速地了结生命 等他不用死 不用辛苦 贬除不必要的痛苦 这个是定义 对 快速地 那 动物就行 人人行 怎麽都捱十两天才四 人没有动物 那麽受精贵 不是呀 不是呀 我听过一些论调 我提出这个点 他说 我们人类怎麽可以 和动物比呢 那就是比不上 还是比不上高 对 因为比不上他们 同样 动物是不可以自杀的 人可以自杀的 可以业动物可以自杀 有些动物有个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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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鱼啊 停住啊 一般来说 有些马 他闭着脚子去自杀 这个是很难的 但人呢 人不可以人道毁灭自己 人可以自杀的 所以 如果你是没有一个法律去管制的时候 那一刻就很少人去自杀 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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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 是一向都在做的 定没有 因为我们 一说这些议题 道德 不用说了 好像 站在一个道德高地 我完全適合 其实我想说一句 给大家听 当有人说自己是很道德的话 指摘别人不道德的话 当这个世界 有人还是 受着无尽的痛苦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道德 不可以 因为正正受尽痛苦的人 会指责你不道德 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可以 从圣经角度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当有一个人正在犯罪的话 从这个角度也是可以相通的 就是说 有人痛苦 无尽的痛苦 我们说自己是道德 这件事你不对 你不可以说自己是道德 所以说 正如刚才说 我们的社会 是接受 对动物人道的 但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在做的 如果你说 死 就是自杀 安乐死 是时间的问题的话 吃烟万性自杀 是说明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 又容许这件事呢 就是说 我们经常 很多的 就是 很多的 雙重标准 其实呢 由自杀 和安乐死 有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 是一个 有关联的 只不过 在这个过程里面的 不同的阶段 出现的现象 我们的 历史上呢 我曾经说过 很多的 哲学家 例如罗马帝国 有一种 叫Stoic 就是他要死的时候 他就会请一些 专家 技师 帮他放血 让他慢慢流血 那 其实这种 譬如日本人 他觉得 为了 他自己 维持 他自己的 honor 声誉 他觉得 不要被敌人羞辱 他自己会 最高的任务 在哪里呢 那 除了我说 希伯格拉底说 第一 不要伤害病人 第二 在同外疗法 也有经常说 医生的最主要的任务 是将一个病人的健康 是以最快的速度 最 gentle 最温和的手法 和最长久的 令他康复 医生的任务 就不是 从来没有说过 是要 另一个病人 是加强他痛苦 而强硬维持 他的性命 即是延续无尽的痛苦 从来医生没有这个 不应该 从来没有这个 这样的说法 我们现时的医疗 科技 其实是有能力 是另一个植物人 是无穷尽地继续维持 他的性命 甚至乎 我用这些所谓的 凍结的科技 caryogenic 是可以令一个人 凍结了之后 到几十年之后 将它融化之后 让它复活 这样的 其实我有这个科技 存在 即是说 我们基本上有这个科技 可以令一个植物人 是没有真正的意识之下 维持你的性命 我有这个科技 那我们会不会去融呢 其实我们关键的地方 就是 到底一个人 有没有权力 权力 是 选择 不要活下去 在自杀那方面 其实可以这样说 起码 我们不鼓励 但是 我们起码 已经没有法律上 已经没有了 历史上发现 你是用法律的手法 是 阻止不了的 问题 当然 不是用法律的手段 去改 但是 现在我们所说的安乐死 那个情况有点不同 你想想一下 自杀和安乐死 有什么分别 大家有没有想到 就是两者有什么分别 觉得人生都是无尽的痛苦 是啊 是啊 就是 总结大家都要了解自己 那自杀的人 就是他还有能力做 这件事 那安乐死的人 是他到某个地步 他没有能力做 那他需要人帮助 其实就是这样 那你说 是不是很多人 进行安乐死 其实很多 不过他自己做 那他自己做 他叫自杀 社会上 这个自杀的问题 其实是很普遍的 但是 我已经接受了 就是这件事 是不法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 我会说一个讲座 就是那个长命八岁 那我通常问在座的人 我说在座有哪个人 就希望活到一百岁 那请举手 奇怪 没有人举手 我当时我都没有想到 会这样 没有人街 举手 没有人举手 就是想活到长命八岁 那我为什么问一问 我立刻了解到 原来一般人的心目中 当你年纪大 你就多病 你就多痛苦 其实根本大部分人 都不希望是痛苦地活下去 这个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是这样 好了 那现在我们在讲 你有没有这样的权力 当然 如果我是有这样的能力 我都不理你什么动德观念也好 宗教的因素也好 法律也好 或者我们认为自然界定律也好 总之 我觉得大部分人 在某个程度上 他们是自己了解自己的性命的 但自杀和安乐死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大部分人的自杀 可以这么说 自杀的人的死 很多时候 他背后的问题是可以解决得到的 很多人自杀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你看香港经济萧条的时候 美国也是的 自杀的人多了很多的 还有很多社会的因素 或者家庭的情绪方面的问题出现 也有很多是健康的问题 在自杀的数据你看到 自杀的比率是老人家是占最多的 占一般的人 几倍 两三倍 其实我们不是在香港 有个107岁的人数 是自己穿四套衣服 就掉颈死了 自杀 自杀 因为那几天有些感冒 他说不想害人 这样 其实呢 很多人自杀 励得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好严 他自己说事 因为他迟早会老 他其实很有意识 这次不是 下次一病病都不清不楚 这样 变成人 不如自己搞定 其实很多人 他自己选择去死亡 其实主要是一个 他身体健康去到某个阶段 他觉得是 不会康复 我活在这个世界 我先问大家 我们活在世界是什么呢 是来痛苦呢 或是来享乐呢 或者是来有意义呢 当然你痛苦 不要说有没有意义 你会不会选择来这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 你是没有希望会有欢乐 你是一直要痛苦的 你会不会来 你不会来的 很简单 你不会来的 好了 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做人的目的在哪里 我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我来这个地方 目的是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 包括享受一个健康快活的人生的过程 这是我们做人的目的 没有一个人来这个做人的目的 来这个地球的目的 是希望来痛苦的 是不是 这么简单的 这么简单的选择 好了 自杀和安乐死的分别 安乐死的人 就是说 他是痛苦到 大部分都是身体的痛苦 健康的痛苦 不是因为情绪 不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当然 如果经济的因素 他自己跳 他不用借助他人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分界就是说 安乐死的人 通常是他自己身体上有一种病况 是没有希望 没有机会 好得回的 而他那个选择就是 他是要无穷尽地去痛苦下去的 和癌症病是有不同的 癌症病 我知道我还有三个月的病 我用妈啡去调转 其实在医学上 一直有争议 就是说 有一段时间 我医学界 就不喜欢用那么重妈啡 不喜欢用那么重鸦片 他认为病人会上瘾 但现在这种新的看法 病人都明知三个月 一个月 他有个数据 有个时间 我应该是大量用这些妈啡 是不应该是 就是 镜住你用的 这是医学上最近的争议 其实我们是有足够的能力 是令一个痛苦的病人 让他吃迷幻LSE 让他用大量的妈啡 他是可以 不用那么痛苦而过的 重心就是说 安乐死的人 是他身体是 没有可能继续活下去 是他没有可能 是进行享受 他做人来的目的 好了 很简单 其实这个问题 很简单 你看到 请到那些人上来的人 通常是有某种主义团体 他要代给某种形象 所以你看到 通常他们反对 但是你看一般人 一般人 包括阿斌仔 当时 在那四入的书转里面 他做过一个 委托工作人 做过一个成功调查 是大概一百多人 一千一百百多人 因为字没有了 他年轻人里面 有六成受访者 是赞成 自愿 主动 安乐死的 而其中 有七成的人 是希望 我们社会 应该对安乐死的问题 就是作一个全面的资讯 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这样 你赞不赞成 我不论你什么道德 你答到这些问题 就说到你赞不赞成 如果你一个选择 你要去投胎 现在要投胎 这个投胎就是 你应该可以投胎 成为奔仔那种这样的处境 你会不会来投胎 是这么简单 我只要问你这句 你会不会说 我会投胎 但我投胎 我要遇到的事情 就是 我就要像奔仔那样 做一个植物人 你都这么投胎 你会不会投胎 是这么简单的 如果你说你不会的话 你根本就是赞成 安乐死 在一个反面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很简单 是这么简单的 你问你自己 你会不会投胎成为奔仔 你会不会 如果你是说投胎的时候 我相信你不知道 投胎的情况 我也没有人知道 但是拔交上 你在投胎的时候 一来你不知道 我现在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给一个选择你 我说你 你叫奔仔 奔仔叫人去问 你这个选择 因为你没得选择 不是没有选择 我给一个很简单的清晰的选择 这个假设可以 我给一个很清晰的选择 这个假设可以 这个假设可以 我给你一个选择 我给你一个选择 根本我没得选择 我投胎的时候 是没得选择的 不是 我现在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个假设没有 这个问题根本是不能问出来 我一个问题 我答不了 我问你 如果你要投胎 投胎成为奔仔的时候 你会不会选择投胎 这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如果你在佛教 你不要再回避这个问题 我问你 在佛教上这个问题 是不能问出来的 这个问题 简单的广东人 你不明白佛教 常常会这样问 如果你不明白佛教 你不会这样问 我们不面对这问题 因为我们对死亡不认识 我们对真真正正正 做人为什 我们都不清楚 为什么社会 经常搞来搞 搞不清楚 基本的问题 我们对人生的意义 为什么要在这 和我们死后会怎么样 我一个很合乏的观念 对死亡很合乏的观念 就是恐惧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会否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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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三个 一个选择 如果你有机会要投胎 斌仔的状况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选择 投胎做斌仔 你会不会 我会要一个 我快点回答我 我肯定不会 我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那么简单的问题 黄华言 你怎样 我会 不过去一个国家 有安乐死的 哈哈哈哈 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难复杂 你会不会 我不会 我想做一个快乐一点的 下一步 下一步 我们社会有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照一个人 是没有希望地受苦 是的 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 没有复杂的 我们社会 我们的宗教有没有一个权利 是照一个人 是无止境地受苦 那这个就是基本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 Right 这个位置 好了 时间关系呢 下次继续 下次继续 OK 多谢大家收听 OK 拜拜